明潔你好 那在預賽中啊 你們就是還蠻算過關斬將很順利 不過在前幾有兩場就是 在分數被超前跟領 拉開的這種情況下 你們就有點慌張 就自亂正假 那在這部分 你們球員有沒有私底下 討論說該如何去面 處理這種狀況 我們對文化輔大跟鋼哥的醒無 然後我們就是拉鋸嘛 然後一般都是被追過 然後我們 其實說真的是我們後衛的抗壓還不夠好 就是死到死外 所以造成球隊會每次一被追過就會當機 然後加上今天就是醒無的主場 然後觀眾又很多 所以一被追過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有點慌 然後其他球員會看著我 或看著其他控球 但是我們自己都 這是我們該 這階段我們該回去加強的 就是我們的抗壓性 因為我們連控球都抗壓不好 所以更不用講其他的隊友 所以造成球隊每次一被追過 就常常會當機 就得不了分 那在這一輪的對戰過 你們幾乎每一隊都接觸完了 那在接下來複決賽 你們覺得哪一隊是 會成為你們奪冠的主愛 就是比較難產 我覺得去年打假二 去年打假一 所以我覺得每一隊其實實際都不錯 就是不能輕敵 對像這幾天比賽 也會有落隊贏強隊 強隊輸落隊 然後以我們球隊的話 我們覺得最大的敵人應該是師大吧 對然後至於其他的球隊 其實都不能小看他們 所以我們萬一輕敵 很容易就被翻咬一口 也很危險 對 入口 通常隊 組隊 頂動 責任 Anim 檢納